臺東際會部落族人全程用阿美族語 向環保署審查委員 表達對滿地附遊樂區開發計畫案的不滿 擔心一旦開發 當地交通 會因為觀光人潮增多 受到影響 而診斷三分鐘的發言沒有翻譯 委員們是有聽沒有懂 但會議還是持續進行 為在臺東縣成功鎮的滿地附遊樂區開發計畫 七號在環保署進行變更對照表第二次審查 這處開發規模大約十點四一公頃 靠近三仙臺風景特定區 民國九十一年通過環評取得開發許可證 但經過了十三年 遲遲未開發 而期間海岸法原基法 接連在立法院三讀通過 如今開發案為了要拓寬道路 滿地附公司將部分土地無償租借 給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 進行織田路拓寬工程 其中含有國土保安用地 以及水利用地 與現行地目不符 因此滿地附公司向環保署提出 開發內容變更對照表 進行第二次審查會議 環團 還有當地族人在會議上表達訴求 要求退回開發案 族人更痛批 環保署和開發單位 漠視原基法 到底有沒有重視地方的居民 將來它的開發的時候 隔壁鄰近就是海域了 那是原住民基本的那個傳統領域 我們聚會部落 它現在是自然保護區 連房子也不能蓋 我們的地是建築用地 為什麼隔壁都可以蓋呢 我們老百姓 原住民為什麼不能蓋 50幾年就住鐵壁 只能整建 你開來又被罰 環團以及族人紛紛發言要求環保署 暫緩審查 但有委員表示現行法令只要經過環評審查 並取得開發許可證 新法既往不救 而且開發許可證沒有期限 覺得不合理 但也很無奈 另外也針對族人以原基法訴求暫緩審查 認為是站不住腳 他講原住民同意後使得開發對不對 開發許可是誰給的 是觀光局給開發許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原民會的再次強調 原民會的原住民的意見很重要 但是不是在環評會議上處理 所以原民會要把它制定一個制度 對不對 去公告它的傳統領域 要叫各部會怎麼去執行 誰給開發許可 就像我們環評說 環評沒有通過 不得給予開發許可 經過審查 最後環評委員認為 變更後國土保安用地有所減損 要求開發單位說明減損原因後 再補件送專案小組審查 決議補件再審 不過環保團體認為 因為老舊環評的缺失 使得滿地府遊樂區開發計畫 只能審查開發案內 以完工的枝田路拓寬土地變更 無法針對開發量體廢水處理 污染對策 整體觀光規劃做審查 覺得不合理 認為十三年前的環評 已經不符合現在的環境 應該要全盤檢討才是 記者Milas大陸台北市採訪報導